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房地产即将发生的大事 这几天呢大家关注房产就应该知道 这一次呢国家准备出手是真的要救房地产了 如果说2020年给开发商三道红线 给银行两道红线 给二手房带来限价是在调控房地产 抑制房价的上涨 那么这次国家出手绝对是颠覆性的动作 本次视频呢比较长 大家呢可以先点赞收藏加关注 然后呢我们具体来分析一下 如果呢你对房产不关注就可以划走了 那么我们说房价涨了20年 这大家都知道在过去呢 通过房子来造富的是一批又一批 那我们可以看当前的楼市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第一呢就是开发商手中没有钱了 而且负债比较多 很多人就不明白 这个透支的钱去哪里了 过去开发商玩的是三高模式 就是呢拿着建房子的钱不断的去买地 然后呢想争取更大的利润 但是呢到了2020年给了开发商三道红线以后呢 开发商的这个钱已经透支了 拿不回来了买地了 后续用于建造房子的钱不够了 为什么呢 因为银行不给贷款了 民间的融资融不到了 老百姓理性了 不把钱投入到房地产市场当中了 所以现在的开发商极其缺钱 那么银行的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银行的风险增高 银行呢在过去是房价上涨或者说房产交易过多的一个推手 因为银行是商人对吧 你找我贷款只要你符合条件 或者说稍微符合条件 我就给你带真一只眼闭一只眼 因为我放出去的钱都要收利息 那么这样呢 很多人在当时房价涨的时候就慌了 赶紧把首付拿出来 然后通过贷款买了房子 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就被套牢了 套牢了以后呢 却发现自己无力支付这个利息 因为当时我们全国的贷款利息是比较高的 那么最后呢 法拍房增多 银行的这个手里面握的这种劣质的房产就比较多 但是呢处理起来又比较麻烦 好 还有呢我们普通的老百姓直接被套牢 手中呢没有钱了 这个呢是多方面的因素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房价太高 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花钱的地方多 第三呢就是说我们受到经济的影响 我们的收入呢减少 但是我们的支出呢仍然在不断的增多 所以呢这就是当前楼市遇到的三个问题 而这三个方面都是楼市重要的参与者 缺一不可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针对这三个问题 我们国家呢都做了哪些举措 在2020年的时候就要求开发商 你必须降负债 你不能无止尽的拿房子了拿地了 好了这个时候呢开发商停止拿地了 转而呢降低负债 结果怎么着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个原因 这个开发商筹不到钱了 结果就导致到想降负债 却降不了负债 结果最终的一个结果 就是呢开发商无力还债 然后呢大片的房子停工 成为难尾楼 或者说呢正在建设的房子 无法交付 这种现象呢在很多一二线城市 还有三四线城市比比皆是 尤其是三四线城市成为重灾区 因为呢在2017年到2018年的时候 很多开发商把目光转向了原本房价很低的三四线城市 结果呢房子的建设过了几年 开发商拿着钱拿着地跑路了 现在呢大片的难尾楼出现 好那我们再来说 银行这方面是怎么处理了 给了银行两道红线 让银行呢不能够再随意的借钱给开发商 然后呢提高贷款的门槛让普通人呢也难以贷款 结果的一个情况就是什么呢 就是呢我们老百姓贷不起 虽然我们现在的存量房利率在降 我们的新房利率也在降 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老百姓不是为房子而活的 生活当中呢我们作为一个家庭有太多花钱的地方 再加上呢前几年金融监管呢确实比较宽松 所以导致到呢很多年轻人刚入社会 自己的挣钱能力没有多少 但是花费却很多 那其中网上的银行借贷以及信用卡 起到了推波助难的作用 所以导致到现在很多年轻人年纪轻轻啊 就开始负债 根本就不想着买房子 因为已经把这条路堵死了 那最终的一个结果就是银行有大把的钱 但是呢放不出去没人带了 普通的老百姓呢现在呢对于买房子是持谨慎态度的 即使有钱也不买 那没有凑够首付或者说刚够首付的直接躺平 放弃了为什么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之前呢开发商是拿了土地啊 快速的建房子 但是最终交付到这个买房人手中呢 质量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近几年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新房出现的质量问题是比比皆是啊 老百姓害怕 我花了一辈子的积蓄 结果呢 房子出了问题 你想去维权呢 时间又很长 或者说呢 达不到自己满意的标准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老百姓真的害怕 再像2017年到18年那样直接被套牢 你想一想 买一个房子 你现在的房价最起码得百十万 对吧 可是我们的工资是有限的 而且我们还有这么多的消费 而在整个我们生活当中消费当中呢 这个房贷又占了大头 好 我们即使现在买了房子 如果说我们不是拿房子来挣钱 最起码我们期望一点 就是说你这个房价上涨的速度能够跑得已经通胀吗 对不对 但是现在谁敢拿这个保证呢 没有人保证 所以很多老百姓害怕套牢 那不管是有钱的还是没钱的 基本上对房子都已经进行放弃了 好 说了这么多的问题呢 你可以看到一个问题 就是老百姓对房子不怎么感冒了 但这又犯了楼市的大忌 你要知道呢 在过去20年 房地产一直是我们国家经济的重中之重 正是因为有了房地产带动了80%的其他行业 才让我们的经济一路高歌猛进 所以呢 我们国家的发展 离不开房地产 如今房产的主力金就是老百姓不买房子了 或者被套牢了 或者说是谨慎的态度 虽然说近几年呢 我们的楼市出现了 尤其是近两年出现了很多放开的限制 比如说降低了利率 第二呢 还有呢 降低了首付 第三呢 是放开了所有的限购 现在呢 包括啊 像这个南京啊 成都啊 这样的这个一线城市 或者说人口禁流入的城市 都已经放开了限购 但是中贵有一点 就是我们的交易量仍然很少 啊 用句话说呢 就是雷声大雨点小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就说白了 还是老百姓手中没钱 啊 在楼市整个参与者 只有老百姓拿钱出来 整个楼市才能够被盘活 那虽然说这么多的举措啊 虽然有这么多的调控 有这么多的优惠 那为什么大家都不买 其实你要搞清楚房产交易的本质是什么 就是如果我去买新房 那么我的钱最终交给了谁呢 交给了开发商 那开发商拿到钱了 他能干什么呢 他能继续拿地吗 拿不了 因为他身后还有一堆的难账 这些难账是因为就像我们用信用卡一样 他提前透支的 这个钱是必须要还的 而且这个体量非常大 是个无底洞 所以这个钱啊 拿去还债了 对经济啊 是没有任何的 就是起到积极的一个作用的 所以你看我们买新房的钱 给了开发商 你看开发商仍然负债 对吧 好 还有很多人说 那我买二手房 二手房的成交呢 其实也挺多 但是二手房的成交 是个人和个人的财富转移 你说对国家的经济有什么贡献呢 贡献相对较少 无非也就是交一个交易税 或者说个人所得税 这个呢 其实都很少很少 那最主要的财政大头呢 是在土地财政 就集中在开发商这一块 那开发商之前把地拿了啊 之前的钱已经花出去了 该建设的已经建设的 相当于我们已经透支了未来 所以呢 二手房的交易 只不过是个人财富之间的转移 它只会加大贫富差距 而不会说对整个房地产起到积极的作用 所以这就是过去几年 为什么我们这么好的这种买房的力度 全部出来了以后 可是我们的交易量啊 或者说我们的整体的房产市场 仍然萎靡不振的原因 所以呢 这次我们看到楼市有大动作 那说未来呢 所以呢 我们看到啊 最近呢 国家有大动作 那就是说呢 要对这个楼市进行了这个改革 那改革在哪呢 其实我们可以预测一下啊 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国家必须要出手了 那我们之前国家提到了什么 要加大保障型住房的建设 那保障型住房 难道真的是重新拿地 重新建房子吗 并不是 目前我们的存量房市场是非常大的 并且有很多存量房都是被囤积起来的 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吧 在我们的楼市当中啊 有这个三伯人 他们的房子特别多 第一个呢 就是之前的企业啊 他们有钱 然后呢 就把钱投入到房产市场当中 那第二个呢 就是有经济实力的啊 就是我们所说的拥有多套房家庭的 他不是为了就是说专门炒房 但是他觉得位置好 哎 我多囤几套 以备不时之需啊 就是应对家庭的风险嘛 那第三个呢 就是专门的炒房客啊 他们哪里有利润 他们就往哪里跑 不管新房二手房啊 就是为了赚钱 所以呢 在之前这个房价上涨 房产交易量高的时候呢 他们囤了一大批的房子 哦 目前来看 全部砸到手中了 很多人是无法变现的 那我们刚才也说到 如果你现在降价卖 很多人觉得亏啊 就即使卖掉了 也是啊 就是老百姓之间的财富转移 这个呢 没有太大的意义 那这个时候呢 国家有可能啊 会去回收这些 已经闲置的啊 这种存量房 也就是我们所 之前所说的这种空置房 然后呢 用于保障型住房啊 这个有国家来管 然后呢 租给呢啊 需要的新青年新市民 以及呢 收入低的啊 这种群体 就是我们要把现在的存量房给盘活 那这样的话呢 就实现了一个财富的转移 相当于啊 老百姓之前被房产套牢的 这个时候呢 能够释放资金了啊 懂这个意思了吧 而不是老百姓和老百姓财富之间的转移啊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呢 就是我们说到的购房补贴 那我们在这里呢 就插个题外话 这是一个类比 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适宁的女性 不愿意去生育了啊 喜欢独立啊 我们要讲到一点 就是现在呢 就是我们的生育 其实成本挺高的 但是我们的补贴相对来说呢 比较少 所以呢 我们的负担比较重 那同样呢 房产也是一样 你想一个房子啊 一个家庭去买的话啊 一栋呢 就是好几百万 在一二线城市 一套房子两三百万 这是很正常不过的吧 即使在三四线城市 那一套房子 一百一二十万 一百四五十万 不也很正常吗 所以呢 你看到为什么现在 中国的老百姓觉得自己的负担大 压力大 啊 我们的效忍少了 就是因为我们有房贷压着 房贷占的大头 对吧 好了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我们说啊 我们把房价稍微便宜 或者说房价不便宜 我们给一些补贴 对吧 我们给了补贴以后就能够调动老百姓的积极性 因为老百姓他没有那么多心眼 他想的就是我如何买到好房子 而且呢 便宜啊 这一点能够做到 说明呢 这个房产整体的思路就变了 那么第三点呢 就是我们还是那句话 楼市一定要严查 怎么个严查法呢 其实还是那句话 做到全国联网 因为我们国家的户籍制度呢 是相对完整的 所以呢 你查一个人 名下有什么东西啊 那是很容易的 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呢 就是说我们登记买房子的时候 那要看看自己的目的是什么 然后呢 如果你一个家庭 你多买了几个房子 但是你的人数又不够的话 那一定要延长 你到底要干什么 就防止你拿房产来进行炒 这个呢 其实你跟炒股票一样 有这个证监会啊等等 其实这个房产就应该成立这样的一个部门 不然的话 老百姓还是和以前一样啊 有一点空子就想钻 就想去炒房 那你说 这所有的举措啊 基本上都没有用啊 第二呢 就还是要降低啊 我们的新房利率 以及呢 存料房的利率啊 为什么要降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的利率越低啊 老百姓越喜欢 那么当前我们的利率呢 是4%左右 其实还是来说呢 相对比较高 如果你把利率降到1%左右 你看看有多少人买房子 其实呢 我们中国的人口基数很大 不是有专家说了吗 未来还有很多的老百姓要从农村进入到城市当中买房子 那你让他们怎么买呢 在整体房价不变的情况下 那你如果还是这么高的利率 这么高的房价啊 首付仍然是这么多 那你说我们为什么要买房子呢 我还不如直接选择躺平 对吧 那还有呢 这个整体的利率下调以后呢 会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 所以呢 如果能够把这三点通过呢 这个楼市进行一种转变 我相信真的能够 就像之前说的 拿时间换空间 必定呢 这个毕竟呢 在之前啊 我们的房地产泡沫已经有这么多了 你这么多的泡沫呢 肯定不能够选择硬着陆 对吧 你要保护老百姓的财产呢 毕竟之前的存量房都已经卖出去了 那如果不把这个事处理好的话 那房地产啊 怎么走 或者说未来顺不顺利啊 都是在这一个举措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